一个视频教你怎么样考研则校 看完学姐这个视频就足够知道怎么样考研则校了 考研则校无非就是三选 选专业 选学校和选地区 好 我们来说第一选 第一选就是选专业 选专业里面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首先要明确你能考什么 无非就三种 本专业 三进专业和跨专业 本专业的话你可以上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先选学科排名 然后再看看学校排名 左边那是一级学科 分别可以看到一级学科和学校排名 这个就可以找本专业的 第二个就是说是相近专业的 相近专业什么就找平行学科 比如说你考哲学 可以马哲 西哲等等相近专业 第三个就是难度最大的跨专业 跨专业的话上岸其实比较难 但是如果你要好好复习其实也没有问题 关于跨专业学会想说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根据你的兴趣 加上专业前景考虑 如果是跨专业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适不适合你接候就业的方向 对你的就业是否影响 第三个方面就是 有一些公务员的事业单位 它要求本数一致 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能跨专业了 一定要看清楚 第四个就是说 有一些报考限制 以及必备的一些专业技能 都是在它那个官网里面 都能看见的 你们一定要提前看清楚 根据难以程度排分 肯定是本专业 三近专业和跨专业 从简单到难 这样排列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你要考什么 基本你这个考专业定了之后呢 下面就要选一下 你要考什么 要考什么 根据什么选 根据你接候的就业方向 以及这个专业的行业发展 还有未来有没有什么拓展空间 包括你的兴趣爱好 这几个方面 作为你要选什么的这个标准 好 第三个就是说 它是学术或者是专硕 学术的话呢 更多偏向于理论研究 对于未来 你要是说考博士的话 这个是有帮助的 这样 然后呢 专硕的话呢 是偏重于实践 非常适合你 以后要是直接找工作 这样是更有帮助的 当然学术可能是更难考一点 第四点就是 是全日制还是非全 如果是全日制的话 就是更多的适合应届生 我们依旧是本科毕业 然后去研究生好好学习 是不是非全呢 适合一些宝妈呀 在职这样 平时呢 一周上班 然后周六呢 集中学习这个 而且就是非全的话 我们国家的认可度呢 也是越来越高的了 所以说有一些宝妈 在职的也可以考虑这个 好 这个呢 就是选专业 第二大点就是什么 选地区 选地区呢 我们可以通过专业 确定之后 去找运校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研招网 可以看一下研招网 怎么筛选 这里边以这个会计专硕为例 可以看这个图 首先呢 先找到专业库 点击专业库 然后呢 搜索快计这个专业 查询 查询下面有很多开设的院校 是不是 根据每个院校的专业点分布 去找 同时呢 还可以去另一个网站 叫考研专业知识库 这个网站 这个也可以找到你的一些 关于地区专业的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选地区 第一个 一定要排除非异象省份 就是你不想去的 或者偏远的 先排除 肯定不宣 第二个就是说 根据你未来想要就业的地区去选 比如说你想去去大城市 那就北上广深的学校 是不是 比如说你要想回家 那就找你家乡省份的重点学校 这样考 第三个就是说 按照学科排名来考 学科排名呢 我们要记住 就是说根据你就业地区筛选之后呢 你再做比较 网上可以查到第四次学科 就是评估结果 在你能力范围之内 选名词靠前的 就可以了 哎 第四点就是说 通过一些老师 家人朋友的建议 来选这个地区 哎 这几个方面 都是可以的 好 第三个大点呢 就是选学校 也是最后一步了 筛选出几个意向的院校 可以摆在这一块 那么我们按 什么来筛选 就是按梯度排名 这个呢 可以去中国科教评价网 开这个图啊 搜索专页 然后再看排名 就可以查到 同时呢 还有另一个网站 叫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这个网站也可以查到 那么怎么按梯度排名呢 它呢 是根据含金量排的 第一梯度 肯定是最好的梯度 就是学科排名 全国前十的 这些好学校 是不是 第二呢 就是说 是高于你本科的一个级 比如说你是 一等或者双飞 你就选211 如果你是211 你就选985 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说 是根据本科院校 或者是国 或者是同级的院校 哎 第三个梯度是这个 最后一个梯度呢 就是你的底线学校 根据这四个梯度 从含金量从高到底来选 同时的你也要明确 你究竟是想上岸 还是想提升能力和学历 是吧 如果你要想上岸 那就稳稳的考一个 你肯定考上的学校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想提升能力和学历 你有一定基础 那么我就建议你 报好一点的学校 也是2111985 这样好学校 第二点就是说 一定要收集 往年的招生信息 这个呢 可以去学校官网 学校官网就收集 收集什么 一定要收集这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收集他的招生人数 每年招生人数 观察这几点 第二个点是什么 是实录人数 肯定就确定最后录取哪些人数 第三个是暴露比 我们中所周知 暴露比越高 考得越难 是不是 那哪个地方可以去看暴露比 这几个网站 就是考研帮 中国考研网 中国教育在线和考研频道 这几个网站都可以去看 这个暴露比 查暴露比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是收集网年的招生信息 这个怎么收集 第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看他的负式分数线 有国家线还是自华线 第二个就是说 你收集网年上岸最高的分数和最低分数 以及平均分数和分数区间 找到这些平均分数 看你在哪个区间内 有没有可能考上这个学校 第三个就是说 收集负度比 以及推免人数 这个都是要看的 取决于你能不能录取上 是不是 然后呢 同时呢 也要看一些 比如说学校一些要求 对四六级的要求 或者是否接受跨考生 是否骑士外校 骑士双飞 是否押分 要看一下这些押分学校 尽量避雷啊 这些 同时呢 咱们也要看一下一些专业课的提醒难度 同时最后 就是说是否接受同等学历 或者说同等学历 是否需要加试 这些你们都要看清楚 知道吧 这个 最后就是说 一定要看清楚 你考的是水汉区 可以看这个图啊 这个 如果我要是 大家的话 就是报考专业 如果你要是跟 跟随国家县 以国家县为基准的话 那么水区 肯定是比汉区要好一点 这是我的推荐 最后一个就是说 也要确定 这个学校考试内容 因为有的学校 相同专业 考的内容啊 教材呀 课程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对比一下 专业课的教材 提醒难度 以及范围 这个 网界生最好是需要打听一下 这个 除此之外呢 学校还想提到几点 就是说你选学校呢 还要看其他的一些方案 比如说 你的这个抗压指数 抗压能力 有的学校可能 学习任务很重 甚至导师给你要求的工作 也很重 看你能不能完成 对吧 你可不可以 进行长时间工作呀 一直进行某些工作 长时间专注 或者说 你是不是容易焦虑啊 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啊 这些抗压指数 有没有 再就是说 如果养成一些好的学习习惯 你是不是有定期复盘呢 是不是有自我检测呀 是不是有这种背诵能力呀 等等 有些需要也是看重这些的 所以说 综合以上这些点 大家也要考虑好 最终我还是想说 就是你选这个学校 最好是能考上 因为研究生 你们90%的人 我觉得都想要这个学历 是不是 还是想要这个学历 想有一个证 所以说你们能考上是最好 考上之后 你未来在哪工作 那就是未来的事情了 对吧 你是工作还是读博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你先把研究生考上 拿到这个学历这个证 然后呢 再想接下来的事情 比如说你特别想去某个城市 但是你研究生的水平 达不到这个城市 那么你先考上 这场这个城市 先考上这个研究生 你先上了之后 以后 你会有很多机会 去去那个城市的 你先把第一步 这个敲门砖 打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老地方回复 择效 就可以获取咱们今天的资料 到这里了